又在当地医院留意的伤者说 事发时旅游巴的车速正常 怀疑是车身过高撞到树枝 司机一时分晨 接着就撞前一架运送粟米的农用车 然后车身就翻轴或行 又说当时车内的情况非常混乱 有人被车身压住 也有人大叫救命 新华社就报道 车祸是由于旅游巴爬头引起 到当地提供协助的驻京办入警事务组官员说 大部分家属都希望伤者能够获得安排 今天返港就医 但要由医生决定 吉林省省长黄于林就批示卫生 公安和旅游等部门启动紧急机制 协助救治伤者和调查事故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谭宇宙报道